对不起我们一直在讲说 美中关系一张一词嘛 对不对 我们一直在讲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高官这段时间 陆陆续访问大陆 前面有布林肯 有耶尔伦 有气候特使 凯瑞 然后现在有雷蒙多 我们还可以预测下一个人 戴琪 还可以预测戴琪 所以有人说 这是美国最后一波了 应该不是 因为最后戴琪还得去谈谈说 我们这经贸协定要不要修改 所以还会有一个戴琪 当然大家不要忘记 奥斯汀想跟这个中共高官碰面 被拒绝了 所以美国一共有过 到目前为止是五个试探 然后四个成功 一个没有成功 美国这样做 一方面是释出善意了 因为双方经贸关系 仍然是非常紧密的 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你在怎么样 其实这事情 我在很多年纪有讲过 如果说美国当时同意 中共参加世贸组织 美国就应该预见 我们双方经贸关系 会有很大的突破 这个东西已经算得出来的 你从中国大陆的制造能力 加上台商港商各方面这些东亚商家 去到大陆去进行去设厂 然后开始生产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看到 它将来会成为一个世界工厂 这只要差不多看到了 美国也看到了 所以当这个六四事件过了 然后台湾商家 然后这个香港商家回去 然后也把这些欧美的商家 都带过去之后 大陆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就成型了 现在你说脱钩可以 只有高科技部分可以脱钩 中低部分是很难脱钩的 这些部分这些东西 别的国家可以生产 但是代价比较高 问题是你别的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愿不愿意花一个比较高的代价 去买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 这是在这里 所以双方经贸关系仍然很重要 美国讲的就是 我不是要脱钩 我要去封线 中共也知道美国在讲什么 但中共一定要骂说 你这个不叫做去封线 你就是要脱钩 因为中共一定要给他上纲上线 要给他戴帽子这样才能骂他 因为中共不早的话骂他的话 我没有立场去讲你 那这是第二个部分 所以对这个联盟多来说 我这次去 我就真的想促进经贸关系 我想找出我们问题所在 然后想要解决问题 当然最后一点是有点私心的了 我们美国很快要大选了 如果我们经济数字好看一点的话 那对大选有帮助 但是如果经济数字不好看的话 那大家看到了 我们人之意尽了 我们五个人扑了过来 然后最后你拒绝了一个 第六人在那边排队 然后看你怎么反应 我已经努力过了 实在不好也不能怪我 然后这是第二大块 第三大块 我觉得联盟多一件事情 就是接触上次叶伦要做的事 要摸底中国大陆的经济 中国大陆经济这几年来 尤其这一年多来 出现了很大的变动 很大的震动 很大的收紧 大家都看见了 所以不管前面叶伦也好 现在的联盟多也好 或者未来戴琪也好 他们想摸清楚就是 习近平跟他的经贸团队 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所以他们刚不是见了李强吗 见了王文涛吗 见了何立峰吗 还见了文旅部长吗 叫什么胡和平吗 是吧 他搞清楚就是 你们这批搞经纪人 你们真实意图是什么 因为过去跟李克强去谈 跟温家宝谈 我知道他的经济目标是什么 我知道他的经济意图是什么 我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 但现在发现跟你们谈 好像用处有限 所以我还得知道说 习近平想什么 但习近平不见我 那我见你们 我问你们习近平在想什么 或者你们得到的训令是什么 或者说我从我们谈话过程当中 我去揣摩 你们揣摩出来的习近平意图是什么 这几个会不会反反间谍法被抓 希望不要 希望不要 因为这件传出的消息说 李强可能想要辞职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的名字旁边 墙子有个公字 公字符合了这个叫什么 推背图上的一个 寓言里面 非常怪的故事 所以不管真假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 这东西空穴不来风 我觉得雷蒙多想知道什么事情 我想知道你这个作为总理的李强 你对于经济政策你到底有多大的决策能力 你的经济实力 你的经济决策实力够不够 然后你有没有这能力 有没有多大影响力 还是说你凡事必须听命于习近平 我得搞清楚 再一个就是我要反映这个美商的经营情况 他不是讲了吗 很多美商跟我抱怨 你们在那儿搞下去 我是不能投资的了 所以我跟你明白讲 那需要你改善 这第三大块 第四大块 那我要提出要求了 第一个要求就应该就是刚刚讲了 我美国公司要有更好的营商环境 那你是不是帮忙改善 不管美光公司或什么公司等等 那我们具体碰到问题了 我把问题提出来 当面讲 第二就是你封锁了很多东西 我们上次讲你盖牌了 你把很多经济数据盖牌了 经济数据盖牌了 人口数据盖牌了 然后这个什么火化数据盖牌了 这什么盖牌全部盖牌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团区域的时候 我是不敢投资的 我就明快告诉你 我不敢投资 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东西 所以你是在某种程度 开放经济数据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要求的 经商环境的改善 比如说美国公司在这边做 禁止调查 最后又被你去调查了 我被你去整了 然后你又搞反接约法 反接约法轻则就是 我不敢调查任何东西 我不敢打听任何东西 重则就是 你甚至要求我交出商业的 跟技术机密 那我现在怎么办 这就是它在反映出来的 我们美商一直在跟我反映 经商环境越来越差 再走下去 中国变得不可投资了 我现在就以一个商务部长 跑来跟你讲 你的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可投资了 你要不要回去好好想一想 所以第五部它跟什么 它也等于就是我敦促中共进行改革 最重要一点就是 你放松政治对经济的控制 其实中共的做法 或者习近平现在做法 就是毛泽东那一套 阶级斗争一抓就零 他不管是打着马云 或打什么房地产 或打什么打什么打什么 他其实是一个变相的阶级斗争 变相的阶级斗争就是打富豪 所以大家觉得说打富豪老百姓愉快 但是打富豪是把饼打小了 饼并没有做大 你现在政治的经济这样影响的控制 饼是缩小的 所以我跟你讲 你怎么样子放松政治的经济控制 他不一定讲得很白 但他把意思讲到了 不断地提醒你 第二就是他可能会很婉转地表达 你们或许经济路线是比较好的 而现在经济路线是比较差的 他的话不一定会直讲 但他会完整地讲 所以说来说去核心一点就是 你至少要放松对民企的控制 至于你说是不是最后会铺路 拜登跟习近平见面 可能有可能没有 这个事情将来还不一定很急 反正将来有机会 他们还可以再找机会再讲 但是现在就是我至少要把 营商环境改变 确定说美商还能够 在中国大陆经营下去 这点是我美国关心的 然后也希望提醒你中国 真正注意到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变了 什么问题 这么发展中 我变得了 就像我变得了 这件事情 穿过面子 我们看不到 看到了 我们的时间 因为那样 那些赞 但是